月清有一对夫妻很是奇葩 为了省电竟动起了歪心思 结果双双被拘留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即调取了现场及周边的公共视频 很快发现了一对可疑男女 当天晚上十点多 两人来到该电瓶车投放点 其中男子拿着扳手撬着电瓶车车坐 女子则负责在边上把风 随后两人提着卸下来的电瓶迅速离开 经过数日的研判分析 我们确定了这一男一女嫌疑人的身份后 于9月2日在其家中将该两人抓获 经审讯 嫌疑男子姓王 嫌疑女子姓钱是夫妻关系 两人对多次盗窃电瓶的犯罪事实 共认不讳据王某交代 2021年5月中旬 路过共享电瓶车投放处时 突发奇想 认为这个电瓶应该很耐用 便想偷回去给家里的灯泡当电池 用完再拿厂里充电 这么一算 家里就能省下不少电费 后和老婆一商量 两人一拍即合 说干就干 目前王某前某因涉嫌盗窃被刑事拘留 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 记者刘芳芳 编辑报道